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兔哥的決鬥城堡 這次要介紹的是 破壞劍牌組 這副牌組可以說是龍族怪獸的天敵 今天就來介紹這副能夠輕易壓制龍族怪獸的牌組吧 首先是這副牌組的優點 他們特別針對龍族怪獸 在面對龍族怪獸時有著驚人的戰鬥力 另外系列專屬的融合魔法卡 可以快速的破解對方的龍族大陣 接著是他們的缺點 大怪嚴重缺乏抗性 非常害怕各種干擾效果 以及他們的牌組安定性遠不如主流牌組 容易發生卡手的情況 接著是牌組構成的環節 這副牌組的核心卡牌較少 這也導致他們的選搭卡牌相當多樣 首先第一張是這副牌組的招牌怪獸 巴斯達布雷達 在他的效果的加持下 只要對手場上目的 至少有一隻龍族怪獸的話 打點就一定能超過3000 青眼牌組就無法依賴高打點優勢了 接著是這副牌組重要的檢索卡 破壞劍士的半龍 他的效果一是優秀的卡牌檢索效果 通常都會抓破壞劍士融合到手牌 他的效果二則是方便的特找效果 不論是解決卡手問題或是完善大陣都很好用 第三個效果目前是暫時不會用到 接著是這副牌組的 專屬融合魔法卡 破壞劍士融合 他的效果一是非常方便的 二速融合效果 比一般的融合魔法卡優秀許多 但目前能夠試用這張卡的融合怪獸 就只有龍破壞劍士和超魔導劍士 他的效果二則是很不錯的回收效果 將他拿回手牌後繼續狩獵對方的龍族怪獸 接著是這張龍破壞之證 這就是很基本的卡牌檢索 增加巴斯達布雷達的上手率 緊接著是這張DNA改造手術 在破劍蠻龍登場之前的替代方案 宣言龍族後可以大幅增加龍破壞劍士的場面壓制力 最後是這副牌組的王牌怪獸 龍破壞劍士巴斯達布雷達 雖然只能使用融合來特殊召喚 但是在破壞劍士融合的幫助下 這隻王牌怪獸能夠更輕易被特召上場 效果一算是這張卡明顯的弱點 對手也有可能會利用這點來擺空陣 效果二的攻防能力buff則是比融合錢更多 對陣親眼牌組時經常重破5000 效果三是超強勢的效果 過去曾是對付水罩的其中一種解法 效果四則是標準的穿防效果 接著是選搭卡牌的部分 首先是保護手段 像是零售 手坑 還有那些防後台的卡牌 都可以配置 另外則是混搭其他龍族融合牌組 像是親眼和真紅眼 這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卡手的情況 並且加快綠牌的速度 有以上分析 我們大概可以組出這樣的牌組 擔心過度的混搭會造成喧邊奪主 所以我並沒有選擇親眼和真紅眼的卡牌 接著是核心卡牌的獲取管道 我們停留在這一頁5秒鐘 緊接著是這副牌組的未來展望 首先是破壞劍 龍破壞之刃 他的兄弟們大多都在Duo Links出道了 他的裝備效果也是兄弟中最強勢的 可以讓對方無法從額外牌組特殊召喚怪獸 不過這方面依然要考量到 巴斯達布雷達本身極差的抗性 如果混搭了真紅眼系列卡牌 就可以獲得真紅眼黑刃龍指定抗性的保護 但相對的整體節奏也會被真紅眼融合的副作用給拖連 另一張值得期待的是破劍蠻龍破壞龍 他是本家目前唯一的同步怪獸 自身有著類似DNA改造手術的效果 而且在場上沒有巴斯達布雷達的時候 還可以從墓地特招一隻 還能惡速裝備破壞劍半龍兄弟群 這張卡整體來說是非常實用的 接著是推薦技能的部分 我一樣會推命運抽牌 又是這個熟悉的技能操作方法一樣簡單 被對方打超過2000點傷害後 開始用手坑 想辦法撐到下一回合 接著是這副牌組的常見打法 通常也是要靠對方的龍族怪獸幫忙 先攻如果有手坑的話 就可以直接空過 否則就派維英達上場防守 對方進攻時精確計算生命值 嘗試達成發動命運抽牌的條件 接著在下個回合發動命運抽牌 把欠缺的關鍵卡補齊 接著先拆後台 正式開始演排 召喚破壞劍士的半龍 使用他的效果檢索破壞劍士融合 發動破壞劍士融合 特照龍破壞劍士上場 素材是使用手排的巴斯達布雷達 以及對手場上的龍族大怪 接著再發動半龍的效果2 特照因融合送目的巴斯達布雷達 最後讓兩位劍士發動總攻擊 拿下勝利 最後來看看實戰畫面吧 我就繼續玩 在你當時 poorest的人 我 immer認為 剛才是未來劍士的 烈憂水 你看然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